大家好,我是焦东小王 这个第三轮子是用报废的摩托车车头 然后和两个轮毂电机改端成的 刚刚做完,试了一圈 可以跑到八十脉 后边双电机,双驱的 两个轮毂电机 悬挂是带摇臂的 这个地方焊接到一起了 后边双轮驱动 每个轮一个轮毂电机 都是磐式刹车 悬挂,单摇臂悬挂 悬挂特别软 正面是单摇臂 两个单摇臂加减震 中间一个48伏的锂电 48伏20安时的 上去骑着停底劲 爬山都没问题 这个开关是前进后退 这样是前进 这样是后退 这是钥匙点门 然后一拧把就跑了 一拧就跑了 倒车 就这么简单 这是车喇叭 蜗牛喇叭 俺俩蜗牛特别像 官司钥匙 大家觉得怎么样这个小车 在农村骑港港的 上公路上扒什么也不成问题 已经测试了 动力是港港电 这个轮毂电机一个功率1000瓦 两个就是2000瓦 轮子是20寸的 特别大 前面大灯还没按呢 刚把两个眗牛 大喇叭安装上 骑着它 跑公路爬山都没问题 就是玩 看这个路 破度特别大 刚才试了一圈 一点压力没有 轻松就上去了 车的宽度 只有80厘米 通过性也特别好 底盘也高 大家觉得这个车怎么样 感兴趣的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 咱们一起探讨 OK OK 好